然后另一头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所以这次韩州亚运 韩国不是派了个总理去吗 层级之高 也派了这个韩国参加亚运史上 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去给足了面子 那回来之后好像就有成果了 中日韩三国 这个时隔四年重启领导人会议 这个我跟介大使今天下午 大家有谈到 那大家可以把它调出来 它的知识含量非常的丰富 那也就是说呢 其实三方现在都讲好话 都觉得这个峰会是有必要的 过去有很多很多的成果 但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等等 有四年没有召开 这次是四年之后的第一次 它是用轮值的方式 上次最后一次是在成都开的 那这次呢轮到了韩国 那然后三方也同意 最好要赶快在几个月内 重启外长会议 这次去的都是外交部长的助理 所以希望呢对接成功之后 下一次就是三方的外长会议 再进一步的话就是领导人 那以大陆来说 过去都是由国务院总理去 不是由这个习近平曾 由国务院总理去 但这次呢南韩总理到了杭州之后 带回来的一句话 跟韩国媒体都说 习近平主动表示愿意访问首尔 当然对此大陆外交部是 只字未提没有证实 但是无论如何看到了一个 好的一个开始 对不对 好的开始 所以这个三方开始改善意见 那有想过美国的感受吗 韩兵特别是美国之前的 大卫营峰会这样的招待日本 这样的招待韩国 我还要补充一个讯息 来182.2调出来 这个讯息也很重要 就在感觉上 这个三方的这个气氛 又要开始变好的同时 这个韩国又动手了 大陆有一艘渔船呢 在这个黄海东海附近 进行了捕捞 那韩国的这个海洋警察 就说是非法捕捞嘛 那扣住了这艘渔船之外 压走了四位中国渔民 还一路压到了这个人川 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 现在日韩跟中国大陆之间 整个大体系是感觉上 双方都想降温 也就是中国大陆也有对日韩 展现出某种程度的善意 那日韩包括岸田文雄雄 包括尹锡悦 也都希望跟中国大陆 不要闹得这么僵 特别是岸田文雄雄 还希望中国大陆 不要再进他的水产 所以当然态度会比较积极 可是问题是 双方之间的小冲突 也是很难免的 那特别是韩国这个东西 因为他就在那个盐平岛附近 那盐平岛本来就是一个很尴尬 他北韩之前还泡轰过盐平岛 那那个地方就是 照理来讲就是一个 三方都蛮接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那个地方 其实经常发生冲突 其实韩国也不是第一次扣 中国大陆的渔民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过去还开过枪 对 其实都有啦 所以那边是经常发生冲突的地方 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 韩国政府突然之间又要 藉由扣押渔民来对中国大陆 实行要挟 我不认为是这样 这大概就是一个 他们在地方实行的时候一个冲突 那对双方整个想要谈的大格局 是不会变的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也就是 虽然中国大陆有善意 中国大陆也认为他的真正竞争对手是美国 他不会 就如果日本韩国只要不要做的太过分 他基本上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当然像核污水这个就做的太过分了 所以这个东西他不能够妥协 那其他的东西他可以 甚至说一点小小让步的没关系 可是问题是 美国要不要让日韩 去跟中国大陆妥协 我就要问你啊 我今天像你同样问季大使 你觉得呢美国会使盘子吗 我觉得他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 他可以某种程度让中日韩之间 不要闹得很僵 但是如果你走过一个头 也就是让变得 突然之间又变得很亲密 你们也不能水乳交融嘛 对不可以这样 就是你们愿意缓和情绪 缓和这种氛围 对美国来讲也是有利的啊 所以他也不会自止 但是如果你走得过头太亲密 他一定会把你拉回来 这就是美国现在一直在玩的把戏嘛 所以你看他对台湾也是这样子啊 他其实常常就叫台湾故意 叫民进党故意去挑衅一下中国大陆 可是如果民进党挑衅过头 像赖兴德这种人要出头了 什么走进白宫 走进白宫 他要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讲哦 给他把他吞回去 所以美国就一直在玩这种游戏 那这种游戏的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 一切不能损害到我美国人的利益 这就是他整个游戏的基本规则 那其他你们随便怎么玩 美国不会在乎 好在我们今天截稿前呢 有个最新的消息蹦出来 我让记大使讲一下啊 就是这个日本的冬电 那排放这个核污水啊 现在第二波已经确定了 那时间是10月5号 马上就要到了第二波啊 那同样是7800万吨 应该是7800吨 7800万吨吓死人了 7800吨啊 好来更正一下 这个这个又来了嘛 对不对啊 上次排第一波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陆已经寄出这个禁掉全部水产 那今天消息说呢 俄罗斯也要考虑要跟进 就全部把日本的水产品全部禁掉 然后再同时有个最新的消息啊 就是AEA记不记得中国大陆聚缴会费 好因为他去包庇这个日本嘛 那突然宣布跟中国大陆签一个合作协议 说要跟中国共同努力 克服中国对福岛核污水的处置的忧虑 这跟他过去明显偏袒日方的这个态度 有点这个转变啊 是跟这个会费有关吗 你觉得这会有影响吗 这个钱在国际组织是非常核心的问题 对 就是说这个他的一年会费是六千万欧元 那不缴的话 这个AEA的话大概就是未来几个月 他的营运就有问题了 但是美国也没缴啊 美国欠七千五百万 他为什么不去找美国 美国到时候反正现在这种不缴会费 只有不能够开除你 国际组织是不能开除任何会员的 只能说你如果到达一个年限 比如两年没缴的话 就把你的投票权给你取消 所以美国常常欠一年七千五百万 对不对 第二年的时候呢 七千五万又不缴 他没有 他缴个五百万 所以就不到两年了 那他就怎么样 他就可以拖你两年 可是欠你一共欠你 七千五百万的话 就是一亿四千五百万 一亿四千万嘛 对不对 一亿四千万 那不到你如果是一亿五千万的话 你就满两年没有交了 那你就没有投票权了 可是我一亿四千万了 我就继续跟你拖一年 所以这个是很有技巧 美国是欠缴会费大户 很有经验 所以他基本上对你不满 他就用这种方式 美国基本上对国际组织不满 他之前能叫科文他也不缴嘛 他就不缴 他也不缴 所以那个时候他要回去的时候 中国大陆很多政府就回来说 你先把钱缴回来 我才同意 那美国是欠大户 中国大陆事实上 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缴的会费 占这个整个他的会费里面 大概平均是15% 所以美国不缴 在中国不缴 这个IAEA就很麻烦了 所以现在中国聚缴之后 有效是吗 当然有效 你国际期间就是要施压 那IAEA现在会怎样呢 IAEA就跟中国合作 第二波就是要排 你出钱我就跟你合作 那现在因为中国大陆不缴会费以后 那个事实上 俄罗斯跟波兰 伊朗也公计 对 也跟计 所以也不讲 俄罗斯说你根本不公正 他说你是负责 因为IAE的功能是两项 第一个严格控管 核子技术 原子能技术 不要产生灾难 所以他在各地的会员国 没有不是会员国也一样 你的这个核子装置 原子装置 他都要派员定期来查核 太阳新全校客废 客废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新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变成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新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上快点购健康 有额外的折扣 有额外的折扣 这样一会儿 有额外的折扣 我可以让你再次带 这个折扣 我可以让你再次带 我可以让你再次带 我可以让你再次带